有時候有一些活躍怎麼樣都抹不去 來看看才剛當台灣女婿的陳曉冬 日前大方宣布說 她老婆已經懷了四個月的身孕了 但現在香港媒體卻報導 她曾經拋棄了流產的大陸未婚妻丹丹 雖然經紀人戴維澄清是丹丹在訂婚之後 承受不了外界對她准成太太的壓力 但隨著陳曉冬現在要當爸爸的喜訊傳出來 她也被貼上了始亂中期的標籤 自然 自然 順其自然當上人夫 港新陳曉冬迎娶台灣小護士 日前在香港婚宴上 她跟大方透露 老婆已經懷有四個月身孕 但這當爸爸的喜悅 現在卻被起底 原來她拋棄了懷孕流產的大陸前女友 幾年前陳曉冬被拍到北京牽手大陸女魔丹丹 她更宣布兩人已經訂婚 傳出原本照計畫先上車後補票 但卻因為陳曉冬父親生病婚時暫緩 未婚妻又在這個時候發現孩子沒了 讓她大受打擊主動提出分手 趕快結婚也好有人照顧她 媳婦最要緊是心好 一個女孩子她長得漂不漂亮是會跟著她的心走 這番媽媽的話如今聽起來就像暗示前女友丹丹進不了陳家門 據說就是因為陳曉冬不滿她的要求太多 直到去年因為拍攝偶像劇認識二十四歲的臺灣小護士 陳曉冬的個性跟前幾任拜京女友完全不同 也心甘情願被套牢 因為演出《藍令王》在創事業巅峰 陳曉冬的婚事也備受關注 雖然經紀人陳清是單單自己承受不了外界壓力 但這始亂中期的傳言還是隨著嫩妻懷孕 也浮上了新聞版面 記者盧俊銘 佳珍 台北報導 記者盧俊銘 北北